再看到是一名年警14岁的少年 他俏家逃学一路呢 从中立流浪到基隆 身上剩下30多块钱 饿了到夜市来试吃 累了就到车站睡觉 最后是好心的店家 让他得以温饱关系 再把他送到警察局 联络家人 身穿黑色外套被于随身包包 被两名园警带回警局 这名年轻少年年警14岁 气温骤降的寒冷天气 他在街头徘徊流浪 我问他说 你没说 他说他没吃 他说没吃我就弄给你吃 然后他身上有一点味道 有点味道 然后他就跟我借 我就走好了 没关系 因为我里面也有沐浴炉吃喝 燕店老板好心下了一碗暖呼呼的面 给男孩吃 也让他在店里洗澡 但说到收留谁也不敢大意 收留他是没问题 可是有什么问题是很大的 就没关系这样流浪 然后想说14岁还要受教 是什么的才报警 该是上学的年纪 少年却独自在外流浪 一路从中立流浪到基隆 身上只剩30块钱 竟然撑了两个月 期间少年饿了 就到夜市试吃勉强果腹 冠洗则是跑到车站内 用冷水简单解决 一寻线好就是 找到他在桃园单亲的母亲 正好就是请母亲前来领回管教 原来这名少年已经多次翘家逃学 以往都在桃园一带逗留 没想到这次一跑就逃到了基隆 家人相当周急 经过远景联络 赶紧北上把宝贝儿子带回家 社会局也将进一步介入了解 少年连续翘家的背后原因 记者何慧荣 基隆采访报导